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当我们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哇我每天很享受 我觉得这样很好 就是这样而已吗 其实不是 我相信上帝祝福每一个属乎他的人 其实有一个使命给我们 那个使命就是使我们周围的人和我们一起享受祝福 我读给你听 在约瑟的身上就是这样 他说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他的家务 就是波提法把家里所有的事都交给他 和他一切所有的 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和他的家 因约瑟的缘故 每一个觉得每一个活在祝福里的人都不应该是 这就是我的 这是我的福气 别人都不要动我的 其实很多的祝福 我特别喜欢圣经上讲的一个福 那就是诗篇23篇 尤其如果你是基督徒我想你会背好 使我的福杯满意 我每次送书给别人 我上面都写这个字 就是我最喜欢圣经的这些福杯满意 就是福气好像倒下来 我是一个杯子 我每个人生命都像一个器皿一样 你可以盛装上帝给你的祝福 而那个祝福呢 如果你满满的一杯 再也不准让别人碰 结果你就是一杯 可是如果你愿意分享出去 让那个祝福满意出来 流到周围的人分享出去 你就可以一直享受有新鲜 我就分出去分出去分出去 你就有位子空出来 你又可以增加新的祝福 福杯满意 其实在我们说进入命定 这创世纪里面的一家四代里面 从第一代亚伯拉罕的时候 上帝给他的祝福里面就讲到说 我给你很多的福 这个福那个福大明大国 你享受很多很多的恩典 但是说你也要使别人得福 而且你想的福气越大 你就要让更多的人因你得到祝福 因为你有越来越多的能力 所以神给亚伯拉罕极大的福 却说你要使万国因你而得福 你看这是多美的一件事情 他的那个满意出来流到各处都是 我相信上帝把你摆在现在的位置上 把我摆在我现在的位置上 上帝一定有足够的恩典为你存留 也有足够的恩典给我 即便像约瑟一样 环境有的时候并不那么顺利 但是也像约瑟一样 即使环境不顺利 上帝的恩典却从来没有减少 但是你愿不愿意成为你周围的祝福呢 不只是我 成为我整个家 不只是我这个家 成为我们整个家族 不只是我们这个家族 成为我在职场上的很多同事同学朋友们的祝福 成为城市国家的祝福 求主帮助我们 每一个人都是福贝满意 不只我留住祝福 享受祝福 而且分享祝福 以至于我们可以使别人得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